大家好 欢迎到成长说了美 我是成长老师 今天讲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被学校怀疑说你有学术不诚信 那么你该怎么办 是闷头觉得这件事没有发生 然后或者是告诉家长 或者找专业的机构 比如后来帮助 学生遇到学术不诚信的这样的一个指责 可能你是作弊了 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是别人作弊了 你没作弊 但是学校如果给你这样的一个指责 那么很多学生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说 希望这件事就最好是没有发生回到从前 我这个鸵鸟政策 我先等一等 先不理他 先不想这件事 先打打游戏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很有可能就会错失 能够为自己争取机会的这样的一个时机 那么在很多时候都是学生被怀疑不诚信 都被认定了 都经过听证会 都被认定了 自己有学术不诚信 而且甚至有了处分的时候 才想起来告诉家长 或者才想起来来找到后人 这样他就比较晚了 到这个时候 是不是还能够有争取减轻处罚 也是可以的 但是最好的机会错失了 因为专家的一个作用 就是他能够分析澄清你的情况 然后争取的惩罚是最轻的 那么你就和律师一样 对吧 法庭上你也被被告 别人说你什么杀人了 或者你什么样的 律师他不能说改变以前的事实 但是他可以利用这种经验 流程具体的情况 来更好的保护客户 保护学生 让惩罚能减到最轻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说 要沉着的应对 要早找到专家 给予帮助 并不是说 我就假装他不存在 或者我就是说 我什么都自己来先试 我试的不成功 我再去来找专家 再去告诉家长 那么这种情况 很多情况都是出问题的 因为在学术不存在之后 这个学校的 他的处理这个流程 他还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在处理的过程中 他需要很多的 这种应对的这种经验 需要有很了解的 这样的专家来帮你 就跟这个律师一样 对吧 你出了事 你找律师 对吧 那么为什么找律师 因为律师他对类似情况 他很有了解 他对这个程序非常了解 并不是说 我去买一本法律的书 我去翻翻词典 我去图书馆 去网上去搜一搜 我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这样的话 还找律师 找会计师干什么呢 对吧 你所有的这些法律都是免费 但是他的律师的作用 是把这些给综合起来 但是如果学术不成信 一般是找律师用处不大 一个是律师特别贵 另外一个就是律师 他主要是出庭 主要是 他是在学校的校外的规矩 那么学校里面 学术不成信是学校里面的规矩 很多情况下 如果律师一发函 律师一出面的话 学校往往就会从严从重的 把这件事赶紧给解决了 因为学校 他不愿意跟律师来谈 他愿意直接跟学生 来把这件事来沟通 所以有很多时候 律师如果介入 反而让学术不成信的申诉 可能会更加的麻烦 好的 那么总结一下 如果遇到被学校怀疑 你有学术不成信 作弊 潮袭 或者是其他的情况 一定要尽快的认清这个情况 然后找到专家帮你来 把这个事情来妥善的解决 而不是说假装鸵鸟 或者是去搜一搜 什么自己是DIY 这个东西很难DIY的 因为它的时间点 非常的短 非常的确定 尽量的这个时候 跟家人要沟通 得到家人的帮助 好的 那么我也希望各位同学 现在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对吧 能够顺顺利利的搞好学业 然后不要遇到这些 学术不成信的 这种被怀疑的情况 好好完成学业 好的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点下下声大拇指 这样的平台能推荐 更多的学生和家长 如果你有问题 一旦达证 关于留学美国的任何问题 可以私信我 我尽量来回答 最后感谢你 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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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